2017年特朗普就职典礼,佐,和2009年奥巴马就职典礼,现场图图自路透射一名NPS通讯官员表示,雷诺斯在和特朗普沟通后,给自己打了电话。 以他的理解,特朗普认为当时发布的照片显示出很多空旷地带,希望看到能呈现更多观众的照片。 这名NPS官员称,他揣测特朗普要求裁剪照片,以显示出更多观众。 但也承认,雷诺斯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 报道引述的文件内容,其实并未明确指出特朗普提出了修图要求,不过时任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的表达就比较直接了。 报道称,文件显示,同样在1月21日,斯派塞多次致电NPS官员,希望其能够提供更讨人喜欢的照片。 另一名NPS公共事务部官员表示,斯派塞在21日上午的一通电话中,要求照片准确反映参加就职典礼人群的规模。 在这名官员看来,斯派塞的请求相当于要求NPS提供人群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的照片,于是他联系了NPS摄影师,让他提供更多照片。 摄影师告诉调查人员,一位不明身份的官员曾向他索要任何能反映就职典礼人群规模的照片。 当时他已经提交了25张照片,但被要求再编辑几张,于是摄影师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选择了一些照片,编辑后让画面更匀称,人群看起来更庞大。 报道称,文件显示,斯派塞一切参与了或许更多有力照片的工作,不过,文件并未披露哪些照片是经过修图的,以及它们是否被公开发布过。 就在特朗普和斯派塞致电NPS的当天下午,白宫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斯派塞表示,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无论是现场观众还是全球电视观众人数,都是史上最多的。 不过事实似乎并非如此,除了从照片上就能看到的明显差距外,观察者网自浅,也曾报道,就职典礼当天早上,华盛顿区的轨交系统的拥堵程度,也远远低于2009年。 华盛顿特区交通局,20日上,51时,共有19万3千人次乘坐轨交,在同一时间段,奥巴马,2009年第一次宣誓就职时,有51万3千人次,而第二次就职时为31万7千人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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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